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喝完酒的话 你要最好选择厌血 然后如果喝完酒三小时的话 选择吹气 这样您体内的酒精浓度 比较不会那么高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这个酒后驾车的青少年 在父母来营救你之前 先自我保护 很多时候警察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 你喝了多少酒 还有这些到哪里去 这些东西 最好的话 我们常常跟客人说 你可以不讲话 但是不要讲假话 一旦指的话 如果你回答了这个 总是的话讲错了 警察会误会你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说 对不起 我不愿意提供这些资料 有的时候你驾车的时候 你需要三样资料 是你一定要提供的 一个是你Drive License 一个是你的Insurance 你的汽车保险 还有一个是车主证明 这三类资料你随身都要带着的 三样以外的一半的话 你就不能 你可以说对不起 我不提供 或者是我律师不建议你提供 为什么在目前里边的话 移民局对所有这些驾车人士的话 他开始调查你的移民身份 一般只认为你是绿卡的 或者是没有身份的话 他从资料里边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资料 你的出生地在哪里 一般只你填的话 是美国以外的话 他的资料马上会自动 会转到移民局里面去查 看你的身份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会有的时候 警察问起来 你的出生地在哪里的时候 夹照上面已经有你很多的资料 出生日期 你的地址 还有这些 驾车的号码 但是的话 有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跟他说 对不起 我律师建议我不填 就可以了 对 而且好像美国法律 有个保持莫兰达权 对 保持你的兼默权 所以邓医师您建议就是说 你该给他 给他 其他不要多说 请他跟你律师联络 OK 那我们现在 线上还有一位周先生 周先生请提问 周先生请说 我就是想请问邓医师 我们有一个车祸 对 对 因为 有小孩子在 他跑了撞到我们车子 对 所以他后面才靠我们 对 所以我们车子撞到他 现在保持莫兰达已经呆到了 对 呆到之后 我们会不会受影响 这个的气候方面 OK 好 家族是属于一个责任归属的 一个州 所以意思就是说 像其他州的话 美国五十多个州里边 有十三个州的话 是属于责任归属是谁的 这compared to four 在家族里边 就是说 如果你有负责80%的错 那个80%里边的话 你有赔80% 所以这个案子里边 所以邓先生的小孩子 可能是别人错 但是他自保有事 赔给对方了 他如果自己保险公司 对方保险公司 就赔给小孩子的 这种的话 就是属于大家的有错 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拿着保留这个资料 给保险公司 给那个DNB DNB的规定里边 他说 如果你是错了 如果是你的driver所错的 这种的话 它是有一个分 我们光是讲过的话 如果是四分的话 一年之内有四分 价道会雕消 保险费也会贵的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如果是最好的话 就是说跟自保险公司 解释清楚 我的小孩子 没有错 你就算赔里边的话 也不能说超过50%的赔 一旦只超过50%的赔的话 DNB的记录就是一分 所以这个分数 要保持的良好 否则的话 其实不管是 毕竟钱财是身外之物 但是你这个记录不好的话 其实也是很麻烦 好 那我们现在再接听 另外一位纽约的 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请提问 喂 请说 谢谢您好 您可以提问的吗 请说 请提问 因为我是在纽约 因为我在前一 上个月 我在开车的时候 那个人开车 开车就突然从中间窗出来 撞了我的车 对 就是我在后门的那边 从后轮到我后门那边 撞了擦装 擦装的当场呢 我就停下来 要跟他讲话 看他究竟有什么处理 这个人呢 就把车往后面一到 开车逃了 逃了呢 我就带着我 坐在我旁边的朋友 把他车牌号码记住了 对 记住了以后呢 我刚刚我停在那个旅馆 那个后那边 那个宽那边呢 有个旅馆 我就到那个旅馆去 拿了这个路线 也有 刚好有 我也拿到了 第二呢 那个警察的车会也坐了 但是这个车子 你能看到逃走了 但是我究竟 我也不知道 还是去找我自己的保险公司 跟保险公司讲的 还是要找另外一家 找我逃走这家公司 这个人的保险人士去 问 可是要我自己去 还能找我 在A 那个警察的 也写了 这个 检查到这个车的 什么公司 对 保险 好的 这类案子的话 常常发生 所以还在加州里边的话 有一个保险叫 UM保险 Uninsured Motorist 毕竟里边的话 尤其在加州 我不在纽约了 不过在加州里边的话 有20%的驾车人士里边的话 都是没有身份 没有保险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别人撞车逃走之后里边的话 那下面的责任里边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UM里边的话 有这个UM Uninsured Motorist的话 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会替你赔偿 以后不会占你的分数 所以这个好处里边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里 还有的话 因为汽车的保险里边的话 刚才忘记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要做好防范的措施 就是说给小孩子也好 给自己也好 买足够的保险 像Collision Damage 像你碰撞险 不管谁对谁错 只要事故发生里边的话 他都会陪你 以后 Comprehensive 你自己车里边的话 那个东西被偷了 GPS被挖走了 那个漆带的话 打出来了 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Comprehensive都会保 他是不会理会的 你的责任这方面的 谁对谁错 另外的话 你如果是购买了个Medical的话 也是一样 不论你 你对还是错 他都会陪你的 所以在加州的话 因为很多是撞车逃跑的 案件里边的话 他们都有个UAM的保险 所以你可以问一下 你自己的纽约的Agent的话 有没有这种保险 我的买单 买了以后 有没有办法保住我的 我的方面 因为毕竟里边的话 有的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会替你追 先赔偿你了 再将你的权利转让 给保险公司 这个叫subligation right 你将你的自得权利 转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话 会跟警察去联络 也会将这个事情settle掉 当然的话 我们这样提到里边 很多人都会遇到 就是HIN1这部分的话 像在加州里边的话 一个事故发生的话 不管对跟错 你都要停下来 交换三样资料 Java License Car Registration 还有Insurance 不一定要警察在场 所以你都要交换资料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处理很多的案子 本来是纯粹 这个交通意外事件 不小心撞到 爬在路边这个停车 但是看来看去 也找不到这个驾车人士 以后的话 算了 看看以为是没有人看到 就光要走 走掉之后 没想到 别人看到了 将你的车牌抄下来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州汽车交通法规 20002这条规定 如果你是发生了交通意外 没有撞到人的话 你一定要留下 自己的contact information 自己的名字 电话 号码 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 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就算 就算 你认为 不是你的错 或者是 就是认为的话 那个没有人可能 没有看到 不要抱着任何 小心的心态 在法规里边的话 如果2002规定 如果你是撞车 逃逸 验乱的话 可以面临 六个月到一年的劳刑 以后 我罚款一千块钱以上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你要留下来 自己的contact information 我们很多时候的话 遇到很多华人 就是说 不是我的错 我为什么可以资料给你 在加州的法规里面 他这个交换资料 他不论对跟错 只要事故的发生 你交给保安公司 你也交给保安公司处理 对跟错 要保安公司来决定 所以